好,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想看一下我跟我的 就是某一个大股东 和他的合作关系怎么样 因为他经常改变主意 一直不是很坚定 所以我想看一下 我跟他合作 领牌上怎么讲 你们在做翘翘版的 翘翘版的 好像做翘翘版的是他 他一头 他的体格壮 体格壮就体格壮 也就是说你体得轻 你要死坏的话 拿他没办法 翘翘版的时刻 翘翘版的时刻 谁的体重大 谁能做弄对方 现在的情况之下 我看到的那个样子 在林洁看的样子 他很肥胖 他很肥胖 你这边很瘦小 他很肥胖 很肥胖 而且他很肥胖 外脑筋也多 他可以有无数的手段 可以治你一时机 你比如说 他会胖的 那个翘翘版的 翘翘版的 你压不下来了 一种情况 你根本压不下来 根本没法使平衡 一种情况 你根本没办法 他那个先生体重 你把那个医术的话 就把你紧来 牵上伸到下面 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 你可能压下来了 他手往下一压 瞪把你弹起来了 把你弹的人都飞出去了 另外一种情况 好像平衡了 他为什么平衡呢 他两个脚点子 没有车记住在上面 好像他没住在上面 两个脚点子 你感觉很平衡呢 你可以安心工作了 万可他一缩一刻 蹦掉下去 这个狗 我看到这样的情况 就很不安全了 他随时可以让你翻船 随时可以捉弄你 随时让你起口南下 最后的时候 你不想再从他玩了 再不想再从他玩的话 那正好他 把那个连着这个敲敲板一起搬走了 把你晾在那边 只剩你一个人在那边了 连把敲敲板都把它搬走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还不如早点处置呢 就是早点换一个烧物客人是吧 对 早点换一个 因为这你看到了吗 你这看到了吗 他就是说 这个是你也看到的 不是我瞎不变了 所有的都对得上的 你如果不去做的话 你为了就 为了他连把敲敲板都拿着 把晾在那边的话 也就是这个企业都被他 被他卷走了 是这个意思啊 或者又框架拿走了 对 关键我现在一个人 也没法把这个事做成 你现在去了什么 但是我看到那样的话 就比较可怕 你敲敲板的话 至少有个平衡点啊 平衡的话 你就是不是 稍微有点晃也不要紧啊 但你晃到这样晃就来了 那个不得了 或者你在那边了以后 那个喷一压的话 把你弹起来 把你弹走了 或者他坐在那边 脚点的啊 好像平了啊 你以为平了 要认识做事情的时候 啪 突然抽出了 咚 压着掉下来 一般来说玩平衡不是这样玩的呀 但他就他有这个能力玩 将来也会这样玩 这我们看到未来去了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 你就是要考虑考虑 如果你你现在 我不知道 遇到了困难在哪里边 是 是那个 一定要有 股东戳面呢 还是一定要有什么情况 我不知道 就是说这个 记起什么 我不用管 反正告诉我的 你就就这个了 反正你脑袋想的 就这个人了 那这个就比较可怕了 这个重用到 你即使说 没有一个 劳民上台公司 在印度的话 最后如果你 一直被人家 搞这个 搞得死期回来的话 那你在其他 那个员工面前 也不好交代 就得狼狈的很嘛 被他搞的 没微信了嘛 然后在客户面前 也不好交代 你要找 就找自己忠诚你的人 忠诚你的 也不干涉你的 我有啊 我的第三大股东 是忠诚我的 可以看一下吗 可以啊 好 那你再看一下 第三大股东 好 好 好